满清入关后,自身的军力并不充分,面对仍有半壁江山的南明,割据四川的张献忠等残余势力显得力不从心,于是一批汉人将领也就成为了他们首要团结的对象。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清朝的四大藩王,在康熙之前,顺治上虚吴三桂等绞杀残余南明势力,于是中央与藩王之间秋毫无范。 康熙时,全国统治已经建立,也就不需要这些藩王在地方镇守,于是康熙与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也就正式开始撤藩博弈。 当然,这场博弈的结果,三藩之乱。 开头时期我们提过,当时设立了四大藩王,为何只有三位参加反清叛乱?到底是哪一位藩王没参与?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在这几位汉族藩王中,当属吴三桂最为出名,这位云桂大汉,生于寻常农家,自小就怀揣着豹国雄心,年岁尚小,他便跟从亲戚加入明军,凭着过人胆识和无勇,很快就从马夫小兵一路升迁,成为镇臂一呼的大将军,正当他壮志凌云之时,明朝已是木井沉沉,李自成的农民军如滚滚洪流,吞噬了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,可就在危难当头之际。 一个少女的出现,却让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,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,那是一对芙蓉般的性眼,一头乌云般的青丝,一缕淡淡的芳香,穿透了硝烟的阴霾,聊拨起吴三桂内心最质朴的喜爱,为了这位家人,他别无选择,只能拥护展露头角的满清王朝,这一决定,一去不复返,注定了明王朝的覆灭,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功勋, 给予极高的赏赐,册封为平溪王,赐云贵两省为世袭领地,从此,他在滇池之宾,打造出一方独立小天下,与朝廷的约束渐行渐远,后来, 康熙上台后的改革政策和薛藩措施,无疑是最后一根导火线,点燃了这位暴躁将军的熊熊烈火, 1673年,吴三桂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三藩之乱,他高呼反清复明,携云南大军开拔,整个西南地区陷入战火硝烟的漩涡之中, 这场起因与一怒之争的叛乱,也为这个时代写下了闪亮的一笔,相较于吴三桂的风云忌讳,尚可喜这位投校清廷的汉人大将,则更像是一位隐藏在暗处的明珠, 他原本只是明朝辽东总兵毛文龙暗中的一枚紫虎。 但很快便用自己出众的吴勇和谋略,赢得了清帝的青睐,在那场决定华夏命运的战火纷飞之中,尚可喜付出了汉马和鲜血, 他率领大军向南推进,在攻克广东的关键战役中,以稳扎稳打的战术,终于突破重围,打开了岳省大门, 正是凭借着这仗将功赎罪,他最终获得平南王的封号和广东异渝作为世袭领地,从此,这位粗暴豪爽的汉子, 终于得以尽情施展自己智力的才能,在广东,他致力于推行水利工程,振兴农业,发展手工业, 使这片附属之地更加繁荣昌盛,他对百姓的关爱和照应,也赢得了广东人的爱戴, 然而,就在他老近将至之时,康熙帝薛藩的决定,却如一记惊雷,彻底动摇了他对清廷的忠心, 虽然尚可喜年岁已高,但作为一代名将,荣誉和骄傲,依然是他的最后人生追求, 他最终选择了响应吴三桂,参与这场振奋华夏的大叛乱,相比之下, 耿仲明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流星,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缕灿烂却短暂的光芒。 他起初也是明朝的议员将领,在清军南下的决战中,展现出了骁勇无畏的英姿, 他率军征战,终于攻克了福建一鱼,为了嘉奖这位投诚汉人的功绩, 康熙帝赐予了他靖南王的封号,并将福建若干县作为世袭领地。 耿仲明也曾一度让其家族的名声响彻云霄,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, 可惜的是,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并未能留太多印记于历史, 就在他新晋藩王马格果师之时,却陷入了一场无望之灾的阴谋之中, 最终,这位壮志凌云的英雄,不得不含恨自尽。 遗憾地为自己短暂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, 相比其他三位藩王出身名门的背景, 孔友德无疑是最为卑微寒酸的一位, 他原本只是一介不一,在山东农村出生, 后来为了逃避战乱,舍去故里,搬迁至辽宁地区, 这个时候,满清王朝已经刚刚威震,统一大业渐渐成行, 孔友德作为一位热血汉子,自然心存报国之心, 他毅然投奔满清军阵,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平定农民起义战争中, 立下了赫赫战功,凭借着出众的军事才能和顽强意志, 这个寒门出身的孔友德,迅速在清军中崛起, 成为议员出将入相的重臣, 康熙帝为了奖赏他的忠勇, 亲自册封他为定南王,赐予广西地区作为世袭领地, 在广西这片热土, 孔友德用自己生于私, 长于私的独特见解, 大力发展了当地经济和民生事业, 他重视水利建设, 大兴农丧, 使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, 日子红火不少, 这位平民出身的英雄, 成为广西百姓心目中的肉身父母般的存在, 不过, 这位定南王的一生, 却注定以一种悲壮的方式收场, 农民起义军渐渐濒临城下, 李定国更是亲自督军, 对桂林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, 虽然孔友德誓死力挺, 奋勇杀敌, 但终究抵挡不住农民起义军的洪流, 壮烈殉国, 他的英勇世纪, 至今仍让广西人民心生敬佩, 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, 或许在后来的三藩之乱中, 他就能成为平乱的关键力量, 为历史注入另一种可能性了, 吴三贵起兵反清, 实际上, 只是点燃了这场浩劫的导火索, 真正引爆三藩之乱的罪魁祸首, 却是康熙帝当年的一纸薛藩诏书, 为了防止大藩尘横行霸道, 磕扰朝纲, 康熙帝决定重新收回各藩王手中那些远在他乡的封地, 这其中, 首当其冲的就是尚可喜和吴三贵手中的重镇广东和云贵, 当尚可喜得知这个消息时, 他已年过八旬, 本来应该怀着一颗平常心去接受暮年的安排, 可作为一代将门虎将, 骄傲和不甘, 却最终战胜了他冷静的一面, 他痛斥康熙的决策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, 决定响应吴三贵, 参与这场针对清廷的新叛乱, 至于吴三贵, 他的决定则更像是一时冲动和赌气所致, 他深知自己背叛明朝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, 如今康熙削藩, 自己在云南的根基若被连根拔起, 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, 于是, 他选择了先发制人, 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, 燃起这场动荡的战火, 吴三贵发难的消息,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西南腹地, 上之信和耿京中等藩王世家, 也纷纷响应号召, 加入这场针对清廷的大规模反扑, 叛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, 很快就占领了云南, 广西, 广东, 福建等西南重镇, 清军几乎无法阻挡, 他们直逼重庆, 武汉等长江中下游要地, 一度令清帝胆战心惊, 整个华南地区几乎陷入了一片混乱, 当地的汉人为了自保, 多数选择了拥护或中立的态度, 叛军所到之处, 火光冲天, 战火燃烧, 令康熙帝为之焦虑不已, 如果这场乱局再难以控制, 恐怕整个大清王朝的根基都将动摇,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, 康熙帝表现出了过人的机制, 他利用分化瓦解的政策来削弱叛军的力量, 一方面, 他宣布赦免和招辅上之信, 耿精忠等人, 试图帮回他们的心思, 使叛军内部产生裂痕, 另一方面, 他奖励各地将领平乱有功, 加强了对地方军阀的控制, 同时, 康熙帝还巧妙利用了各藩王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嫌隙, 使他们内斗不止, 上之信于耿精中为了争夺主导权而反目成仇, 叛军内讧更是愈演愈烈, 最终, 叛军的团结战线被彻底瓦解, 内华消弥了不少威胁, 在削弱叛军力量的同时, 康熙又迅速调拨重兵, 确保军心稳固, 他亲自独阵, 坚持稳扎稳打, 滋滋以求, 终于使局面扭转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, 清军首先固守黄河防线, 避免叛军北上直扑中原, 接着逐步推进, 收复长江中下游要地, 再由粤港等地剑刺反扑, 切断叛军的根基, 经过数年的艰难作战, 叛军最终在广西, 云南等地溃不成军,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几乎消耗了清王朝所有军力, 但康熙帝最终扭转了乾坤, 彻底平定了这场动荡局面, 实在不易, 另三番之乱真正走向失利的转折点, 是十六七八年吴三桂的意外身亡, 这位引自成锋的叛军头目, 在病中安然离世, 引发了叛军内部更大的权力争夺, 没了吴三桂这个主心股, 叛军失去了最有力的领导核心, 原本勉强维系的团结, 历史土崩瓦解, 上知信, 耿京中等人你争我夺, 彼此间的矛盾计划, 使得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乱, 康熙帝精明地抓住了这一时机, 加大了军事打击的力度, 清军剑刺重夺失地, 叛军节节败退, 到1681年, 三番之乱最后的余波也被扑灭, 整个叛乱彻底平定, 这场持续了近十年的动乱, 给大清王朝带来了沉重的创伤, 但同时也让康熙帝彻底坐稳了皇帝的宝座, 他削弱了藩王的实力, 集权于中央, 为日后清王朝几十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, 在三番之乱的激烈演绎中, 唯独孔友德这位平民出身的英雄一直游离在外, 这位被追捧为民间英雄的定男王, 在叛乱爆发前就已经阵亡了, 1652年, 农民起义军旗帝李定国亲自督军, 对广西桂林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, 虽然孔友德奋勇杀敌, 拼死力挡, 但最终仍无法阻止农民军的铁蹄踏平了这座城池, 他就这样壮烈牺牲, 来不及亲眼目睹后来三番之乱的惊心动魄场景, 但如果孔友德能存活到那个时刻, 整个三番之乱的走向又会是怎样呢?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假设, 作为议员出身含威的民间英雄, 孔友德受到了广西百姓的广泛爱戴, 他在任上连接勤政, 将百姓的冷暖视为己任, 赢得了极高的民心, 如果他参与了叛乱, 定能团结更多民心军心, 并借助广西这个重镇。 为叛军拓展立足之地, 更重要的是, 孔友德对清廷怀有一枪赤城中心, 他若参与其中, 必然会严守藩王本分, 竭尽全力, 制止和遏制叛乱的进一步蔓延, 他或许能成为叛军中的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, 改变战局走向, 不过, 历史没有如果, 孔友德的离世, 注定了他无法参与三藩之乱的结局, 这场乱局最终只能按部就班, 顺其自然地走完他该有的诡计, 但孔友德的事迹和神智气节, 却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, 对于此事,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